妈妈辛苦了 在杰杰的家里 大家好,我叫杰杰 我是小魔术师 变,变,变 我有一个魔幻日历 你们知道母亲节在哪一天吗? 哈哈,我来告诉你 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 你是谁? 你好,我是爱心熊猫 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母亲节呢? 我知道 母亲节是妈妈带我们出去玩的日子 不是,母亲节是为了感谢妈妈 有了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 孩子才能健康快乐的长大 为什么要感谢妈妈? 你想知道吗? 来吧,我们看看妈妈是怎样做的 她是谁? 那是你三岁的时候 一天晚上,你发高烧了 妈妈心急如焚地抱着你跑去医院 妈妈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慢慢地,你的病好了 妈妈辛苦了 谢谢你,妈妈 你看,在你四岁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妈妈带我去哪里? 你看了就知道了 妈妈,到榴莲 我要去榴莲 姐姐,妈妈回去买给你吃 我要吃,我要吃 乖,我们现在回去买 乖,我们现在回去买 我现在就要吃 变,变,变 大榴莲 姐姐,不要淘气 警察会来抓你的 你们在做什么? 对不起,她还小 不懂事 请你不要抓她 她不会再这样做了 妈妈 对不起 来,我们看看妈妈在做什么 妈妈妈在做什么? 她在小学里做义工 天气非常热 妈妈满头大汗地站在学校门口 帮助学生过马路 妈妈就像超人一样 好厉害呀 妈妈妈 妈妈,好辛苦呀 我要送给妈妈一份礼物 姐姐会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呢?